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薰俊峰 当然也是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今儿就是跟大家继续聊这辆日产蓝鸟的底盘部分 前后防御辆部分也跟大家去看了 说从分数来说的话的确是要比轩逸是要高一些 其实看到细的地方还是会有些差距 当然如果说没有看小伙伴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对 大标车三个字 好 接着就跟大家去聊聊底盘部分 无论是蓝鸟也好 还是轩逸也好 以至于基本上是铜架 启程地论也好 看看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 好 现在跟平坊来看看这辆车的底盘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底盘 那么还是从前面说起 当然金属的框架还是塑料框架上级没聊 那这块也跟大家去做一个补充 那这辆车的水箱架整个都是一个金属的一个框架 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还是会把它算为是有前面有底壳的保护 大家可以看见基本上是在一个平线上 但是这一块会稍微的高一点 金属框架总的来说是要比塑料框架还是要结实一些 我们还是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东西过来以后 你要是一个塑料打砍 塑料碎了 直接光把这块撞了 铁还是会结实一点 好 我们继续向后看 那这辆车这一块是没有任何的底盘的护板的 如果有的话就仅仅把这个当做是吧 其实我们实在是不想把它当做所谓有护板 因为大家看到 其实它放动机也好 还是变动箱这块是完全没有遮挡的 而这一块的作用仅仅是稍微的有一点导流的作用 这边是它的放动机 这边是它的几率 如果说想自个儿DIY小伙伴 因为它没有护板 相对而言会容易一些 直接上手拧就行了 那么这边说到变动箱 那变动箱呢 其实我们之前拆过很多日产的车型了 比如说日产的天籁 比如说日产的轩翼 包括说启程的D60 那我们在说这块时候呢 也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叫做装配油也好 还是所谓渗油的这种现象啊 我们最早在天籁的时候呢 下面非常明显是那种比较硬的叫做装配油 那说装配油呢 我们也信了 就是因为大伙都在说装配油嘛 那再说到日产轩翼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给它定性为是漏机油 那机油呢 是在放动机里面 放动机里面呢 下面的曲轴油风呢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断定呢 漏的是机油 因为它的这个低下来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目测看的话呢 跟机油会更相近一些 因为变动箱油跟机油呢 它其实无论从味道上来说 还是从它的表象上来说呢 差距是很大的 当然呢 对于这辆车而言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辆车我们七七八八的 到现在为止已经2000多公里了 是因为这个车 之前当了一阵的工作车 就是小伙伴们开的比较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一块 这一块 下面是没有任何的油渍的 真的一丝油都没有 这个没有一丝油的话 那这车是不是装配来的呢 那难道说 其他的车有装配油啊 咱们先按照装配油来算啊 如果说别的车有装配油的话 那这车为什么没有装配油 如果说它是一个统一的工艺 或者一个程序而言呢 如果说都有装配油的话呢 就应该是都有装配油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 就是没有一丝的 这种油的痕迹在里面 没有一丝油的痕迹在里面 大家小伙伴可能会说 都2000多公里了 装配油都漏干净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们的后台 包括小伙伴跟我说话说 如果是装配油的话 基本上要跑到5000公里 甚至到1万公里的时候呢 它的油才会基本上完全的去除 那就算是去除以后 但是下面是会看到有油渍的痕迹的 但是这个车你看见没有 我敢说这辆车从出厂那天到现在为止 这下面这块没有出现过一滴油 也没有出现过一丝的油的痕迹 如果是你是一个产品品控制 非常严格的车而言 例如说我们之前也看过 一些德系车会有空腔助蜡 里面一些蜡呢 偶尔会滴出来 而且我们基本上看到啊 就是说在某一个位置 是基本上都会去流出来的 这是一个工艺 但是这个如果说你把它说作为装配油的话 我就还认为为什么这辆车没有装配油 所以说我还是会对它的这种 所谓的最后的工艺或流程 还是会有一些的问号在里面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超过这么多的日产的车 每一个车表现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一个车 我们后台小伙伴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个不一样的这种症状存在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关也要看看我们这一集的后台小伙伴呢 用什么理由去来解释这个完全没有油的这种现象 可能我们这个买的是千文之一辆车 对就是为数不多碰巧了 这个装配特别好的车型 好吧 的确啊这个表象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几个车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继续向后看 那这块呢是它的变动箱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它的半轴 这边是比较长的那根驱动轴 这边是比较短的驱动轴 它不是一个等长的半轴 中间这块呢还是有一个防止甩动的一个块 然后这一块是有一个护板 因为上面是排气的部分温度会比较高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希望所有厂家都是做一个相应的隔热板 起码说对这块呢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好我们现在呢继续看啊 往这边看 先说它的复制架吧 那这个复制架呢是一个一体式的复制架 虽然说前面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横梁 但是这个金属的横梁呢是和它的纵梁相连接的 所以说这块是有的 但是这块呢非常明显看到没有这边的两个纵梁 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体式的复制架 那上面的区别呢我就不再去重复了 的确看到了就跟我们之前的轩翼啊 包括说启程660啊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尤其是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连接的杆 这一块连接的杆和这一个连接的杆 它们的位置和它们的这种连接点的方式 以及方向都是一模一样的 之前也说过啊 就是说复制架其实是对于车来说呢 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部件 因为它主要是连接的悬挂的部分嘛 然后上面有转向机等等这些东西 而这一块我还是会说显得会特别的单薄 因为我们基本上看到没有车型把前面伏制架的连接点做的如此的薄 当时呢正常开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有大的冲击的话 这一块呢它的这种变形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好那它的下摆壁呢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那标准的迈弗信 它的轴中度呢是一个铸铁的形式 前面刹车盘是通风盘 然后标准的迈弗信转向拉杆 然后平衡杆等等等等 那说到平衡杆呢就是要再多说几句了啊 先看这边吧 它的平衡杆的上下两颗螺丝都是生锈的 都是生锈的 但是不同的是 这边的生锈是要比这边的生锈要多一些 而且我还认为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差距啊 螺丝生锈这点事呢 我的确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尤其是在之前那辆开梅瑞的时候 通常是来说 我只是按照标准来说 按照标准来说 底盘上是不应该有一颗螺丝是生锈的 是因为底盘是直接跟外部去暴露的 而且工作环境是最恶劣的一个地方 当时呢生锈呢 包括说现在开梅瑞 你的所有螺丝 锈的痕迹都是一样的 只能证明你的螺丝的品控是有问题的 你没有用相应的这种 比如说有防锈处理的螺丝去做进行的装配 当中呢我们不是说每一个车都说 哎说这个没生锈可以来来看看 这个生锈 我们只是会说我们看到了问题 就如果说我们没有说过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车的螺栓是没有生锈的 但这辆车呢会发现啊 左右两侧的生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非常明显的 这边螺栓的生锈点是要比那边螺栓的生锈点 会要更明显一些 这个车的我们起码说不会开到 说这边是海水 那边是陆地 按理来说啊 就说如果生锈的话 两边生锈是一样的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于车的装配来说 这一颗螺丝 譬如说我要用20牛米的扭矩 去把这颗螺栓给拧紧 总装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扭矩斑子 第一扭矩到了 然后我再上下一个螺丝 如果说这颗螺栓我没拧好 扭矩没有拧到 按理来说 我说按理来说应该怎么办 螺栓卸下来 这根螺丝不要了 是因为每一个螺栓表面是有防锈涂层 而这个涂层其实并不是很厚 基本上是拧进一次 如果说你反复的出来进去出来进去的话 这个涂层就失效了 而我们推测对于这种左右两侧生锈不同的螺栓 这边这个螺栓可能 我只说可能是按照相应的扭矩一次 扭矩到了 螺栓给拧紧了 但是这边总装锅可能是 这螺栓没拧好 按理来说应该退下来 按照标准来说 他们都是有操作手册 是很严格的 按照标准来说 我拧下来以后螺丝不要了 然后换一个新螺丝 然后又再拧一个相应的一个扭矩 但是这哥们叫什么样 哎呦 没拧好 咔你啊 就无所谓一个螺丝嘛 咔我再拧 又没拧好 又下来 可能反复几次 上面的防锈的那个涂层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所以说才会出现这种左右两侧生锈程度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不相信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边是海水 这边是河水 两边这么短的距离里面 通过自然界的方式 两边生锈程度是不一样 这我还说实话还真不信 我们只会说推测 我们只推测 这种可能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当然说呢 这个也是代表着一个企业到最后生产的时候 它对你的员工的管理 以及员工本身的素质是有非常多的关键 当然说呢 我不否认啊 就说也许这一个动作是员工本身的行为 或者是说是他领导的行为 这个螺丝有什么呢 反正就是装上了呗 但是说很多东西啊 流程它的标准是有道理的 就比如说咱们在拧螺丝的时候 我拧四圈的时候 我这时候我要吞半圈 我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要卸一些硬力 而有些这个最后的执行者呢 可能就会耍小聪明啊 我拧四圈再吞半圈 这不就三圈半吗 那我直接拧三圈半不就完了吗 其实真的这个还是会差很多的 如果说拧三圈半就OK的话 那人家为什么需要定一个规则 记住这个是规则 你到四圈的时候要吞半圈 就是往往吧 就真的是叫聪明反背 聪明物吧 真的是做企业也好 还是做产品也好 真的是要踏踏实实的来 怎么叫做工匠精神也好 还是叫什么也好呢 不是说是耍小聪明 或者是天天的打嘴炮去打 真的是要从一颗螺丝钉做起 才能够真的把你的企业也好 还是你的这项工作也好 才能做得更好 你的产品 就像我带上去说 你的产品才能做得更好 真的这个是 也许只是一颗小小螺丝 真的是引发了我们很多很多的 这种猜测也好 还是叫做遐想也好 但是说这个真的是事实存在的 好 这个就是说到这了 我们继续向后看 那这辆车的底盘的平整度 我们也是称为好 的确就是两边没有相应的护板 它整个的平整度是没问题的 这跟我们之前宣逸这块 评测的也是一样的 因为从这块来看 是差不太多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两侧没有后板 所以说它的管线是外露的 但是它的所谓的槽 真的不是很深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一个 小蘑菇头的这样一个距离 当时说到后面的话 这块会更浅一点 所以说在我们的评测员里面 也是会有相应的减分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您什么车您就去什么地儿 如果说您的路况真的不好 您就踏实买一个通过性比较高的车 您千万别霸王硬上工 分明就是一个普通的轿车 非得往野地开去 我们还是真的不提倡这么做 这车该干嘛用就干嘛用 您踏实的铺上路面跑就得了 好 我们继续向后看 底盘分毒 两侧是有的 两侧是有的 但是中间这一块就没有 所以说从我们评测员里面 还并不是一个非常完全的喷毒 如果说有小伙伴想去加强一下的话 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这一块 以及隔热的铝瓦的里面 都是完全是没有的 这块是它的排气 排气的隔热 起码说从这一块到这一块来说 还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具体后面那块 我们到后面再去展示 这块有一个横的加强梁 是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继续向后 这块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大家看这种边上的密封胶 也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两边是有喷毒的 后面这块有一个横梁 是加强梁 它的排气从这一块 一直转到这一块了 这个车的排气 还真的还是挺完整的 只有在这一块 这一块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是没有覆盖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在悬挂的 整个上面这一块 也是有这种铝瓦的形式 可以说真的 这个是为数不多 排气这块做的比较完整的 然后油箱是一个树纸的油箱 并没有一个主观式的保护 我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评分的规则是什么 就是你对油箱 有没有主观的保护措施 当然对于整个的底盘来说 虽然说这个油箱是藏在了这一块 但是我还是会说 它没有一个主观的保护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这块还是不会有分的 是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的车 就是说这块怎么说 你是一个铝板或者一个塑料板 进行有一个相应的遮挡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分数 我还得说 就是有一个就比没有要来的要强得多 好我们继续向后 那这辆车是一个标准的扭力量的形式 然后不是那种一根圆管去热压的形式 虽然说就是对于后面的扭力量的后悬挂 我们是从它的形式来而言 我们会把它称为叫做一个一体式的 一个辐车架的形式 严格来说 它整个纽约悬挂 其实没有所谓真正的辐车架 是因为它的辐车架跟它的悬挂是为一体的 但是它是有单层冲压和双层冲压的区别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是一个单层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块还是有很多的孔 这个孔 这个是减少硬力的一个工艺 对于后悬挂而言 就是有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柔性在里面 它并不是说 希望永远是跟一根钢板一样 纹丝不动 所以说会有一个相应的打孔 让整个的后悬挂在这一块 是有一个扭曲度 会有一个轻微的扭曲度在里面 当然说具体打得多打得少 在什么位置 就是工程师的多项的测试 然后才会测试出来比较几个好的位置 这个也是经验科学和这种真正的 长期间的测试在里面的 大家看到这边还是有一根铁管 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布架 我们况且把它称为防清杆 外面是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形式 然后中间这根铁管进行两侧的相连接 好我们继续向后看 这块是它的弹簧的底座 弹簧底座就非常明显 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然后它的避震是这样一个角度 稍微有一点向后的角度是这样的 这一块是一个圆管形的 而且这块是有一个连接点 这块是有橡胶的东西在里面 是因为这块不可能是100%是硬连接的 但是这个底座跟车身是硬连接 这一个后悬挂跟这个底座是一个软连接 但是说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扭力量的悬挂 它是会有那种双减震的形式 就是双橡胶的形式 会让整个震动的是会更柔的传向整个车身 以及你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感觉在里面 好我们继续向后看 后面这块也是喷毒真的就完全没有了 那么看点它的轮胎的型号 首先它的品牌是普利斯通 然后它的型号是205501789V 89V就是它的一个轮胎的级别 后面的仰角这块是一个铁的形式 是一个单片冲压形式 后面的刹车盘也是一个石芯的盘 但是我们在这也是看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就是后面的轮窝里面 基本上对于10万块钱左右的车来说 后面的轮窝是有一个内衬的 而大部分的车来说 10万往上的话 这个内衬是一个纤维棉的形式 相比的是一个软性的材质 前面是一个硬的这样一个内衬板 这辆车前面的内衬板是一个硬的内衬板 但是后面这一块 大家看整个这一块取消了内衬板 而代替的是在它原有的车身的上面 只不过是厚厚的涂了一层喷涂而已 这个真的是也算是简配 简的比较聪明的一种 先不说这个把内衬板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起码里面螺丝就很多 卡扣也好 还是螺丝也好 这样一来也就仅仅的是用了点喷涂 然后真的剩了很多很多的工序 我们当时在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是挣扎了一下 说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因为很多人都在看我们节目 包括说有些主机场真的也是在看 哇塞突然发现了一个 这是一个好办法 我们怎么早期的时候没发现的 我们所有的车 下面车全都用这个方法 所以真的内心还是蛮纠结的一件事 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看 就是这种方式 是一个简配的一个形式 是因为它真正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相比那种内衬版 虽然说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差不多 但是隔音这一块来说 真的还是差弄点意思 还是会有区别的 好 后面这块基本上就到这 也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这边是相应的管线 然后背后是刹车管 刹车管从它的后面里面这块 然后一直到后面的风泵这一块 然后这块是没有相应喷涂的 然后这块就是它的碳罐 也就是我们上一期 再跟大家去猜小谜题的那个部分 然后其中有一个管 就是这个管最后会通到后面这一块 好 那这辆车底盘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那么现在去看看我们的分数表 这辆车在底盘能够得多少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就来说一下这辆车底盘部分 最后的分数 那这辆日产的蓝鸟 在底盘部分满分45分 情况下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16分 对45分16分 16分是它的成绩 当然我们也是要回顾一下之前的轩逸 那轩逸在底盘45分情况下得到了分数是14分 看到还是有两分的差距 当然我们也是细心的去比对了一下 首先有长有短 叫做那轩逸的底盘是有喷涂的 喷涂是比较完整的 那这样蓝鸟的喷涂稍微会差一些 怎么说呢 这事后期是可以弥补的 我只能说喷涂这样的事后期还是可以弥补的 当然轮胎也是有一定的差异 那之前的轩逸是一个H级的 那这样的事是一个V级的 但是轮胎这个差异也是能够弥补的 其他部分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了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相应的差距 包括说所有的细节 当然这个表的最后 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文章里面展示的比较清楚 其实可以看到从底盘部分而言 除了一些小的可控的差距之外 这辆车跟轩逸呢 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多的差距 起码说并没有像前后防撞两部分来的那么的大 当然我们这一集呢 也不能这么草草的收尾 还是要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我之前查到了一些资料 那这两个车呢 其实从底盘部分来说呢 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然说呢 对于现代而言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坐实了 说这辆车呢 就是一辆轩逸 从机械部分来说呢 应该是更像D60一节 是因为这辆车在前后防撞两部分呢 跟D60会更像一些 那在底盘部分呢 这三个车的确也会是一样 当然还有一个话题就是 所谓装配油那点事啊 当然的确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 关于制造方面的一些东西 当然也是希望所有的厂商 无论是所谓的这辆日产也好 还是我们的自主品牌也好 真的是要从非常非常小的细节 非常仔细的去做 非常严格的去遵循相应的规则和标准 是因为的确从机械制造这一块来说呢 我们还是跟那些发达国家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所以说呢 所谓的小聪明呢 我觉得是可以在所谓研发上面啊 可能所谓小聪明去做 但是从制造这一块来说呢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按照相应的规则 相应的标准的去执行 当然说呢 装配油这个东西呢 再唠叨一两句吧 就说对于这个事而言呢 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 所谓相应的装配油这个东西 而下面有油的情况下呢 大家都会认为 啊这个是装配油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品而言呢 这个不能叫做所谓的不公平吧 就是起码说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不稳定 我只能说按照不稳定的这种状态来说 当然呢 理论上来说 这三辆车它的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结果 就这个差异化的有点太大了吧 当时呢所谓我们的采样率啊比较低 每一个车呢采样了一个 但是仅仅这样的话呢 也是看到了三个不同的结果 这个也是挺让我们吃惊的 好那这块呢 还是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我们找到一些资料啊 那之前呢 也的确也跟大家聊过 其实日产蓝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 这么一个品牌 当时对于日产而言 其实日产呢 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悠久的一个品牌啊 那基本上呢可以追溯到1914年 真的1914年就会有日产前身的这个公司 就已经开始在制造一些东西了 它的英文名字叫DAT啊 DAT 然后是这个名字 当然说对于DAT这个名字来说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故事啊 因为这个词呢 在日语里面呢 是发音像兔子一样啊 就是像一只受精的兔子一样冲出来 就是DAT 就是我就这个拼啊 你应该是这么念 在生产的第一辆车型呢 叫做DATSUNG 就是DATSUNG 就是说它的职意呢 叫做DAT之子的一个名字 但是后来呢 变成了DATSUNG的这么一个品牌 DATSUNG这样一个品牌 当时说这个品牌呢 其实最后的时期在美国 还是有了很长时间 当时呢 这一个品牌 其实也基本上吧 也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啊 就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 好 那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尼桑前身啊 就是DATSUNG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吧 当然对于蓝鸟而言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早 刚才我说了 这个品牌是从1914年开始 而第一代的蓝鸟呢 可以追溯到1932年 1932年就开始有第一代了 当然说呢 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代呢 我就都不在这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当然说所谓的蓝鸟啊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啊 就是风神蓝鸟 风神蓝鸟这个品牌呢 其实是蓝鸟的第13代车型嘛 它的底牌代号叫U13 那它在日本呢 是从1991年生产的 一直到生产到了97年 而在中国呢 是从1999年 一直到2007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滞后的车型 是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的汽车呢 几乎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状态吧 而对于那些所谓的合资品牌呢 真是拿破烂去卖给你了 如果不像现在 中国几乎是所有品牌的第二大的 这么样一个市场 所以说现在呢 谁都不敢去忽略 中国的市场的购买力 但是那个时候还真不是第二的 大家可以看啊 对于蓝鸟而言 真的人家玩剩下的车 然后过了好多年 然后人家都停产了 然后才给中国去制造啊 第14代产品 叫U14的车型呢 就没有在中国生产了 那它在日本呢 是从1996年到2001年 但是呢 到2001年之后呢 日产就已经放弃了蓝鸟这个品牌 所以说对于蓝鸟来说 是Blueboard的那个蓝鸟 对于日产 从2001年之后 这个车就没有了 而它替代的车型呢 还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比如说日产的马克西马 包括说日产的天籁 以及奥特马和Blueboard的轩逸所取代 所以说呢 对于日产而言呢 觉得蓝鸟这个品牌 其实是蛮尴尬的 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呢 就像我之前前两集 跟大家聊的吧 蓝鸟真的 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 还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车型 真的是一个比较贵的车型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风神蓝鸟卖的 还真的价格挺高的 所以呢 就继承了这个中文名的 虽然说呢 现在的蓝鸟呢 叫做Lania这个名字 Lania呢 就是完全是在 宣逸基础之上 去生产的一个车型 而且这个车型 是中国特供的车型 其实这辆车呢 不应该叫做一个蓝鸟 应该叫做一个 年轻版的宣逸 就是宣逸一样 也许是这个名字 但是呢 说来说去呢 当时对于日产而言呢 他们肯定也是啊 就是想用蓝鸟这个名字呢 去唤起一些人的追忆吧 可能会觉得这个车 显得更高端一些 或者说呢 跟宣逸是完全不同的车型 当然呢 明天还是有门内防烧梁 和甲犬那点事 当时呢 从底盘和前后防烧梁这块呢 基本上可以断定啊 这辆车跟宣逸呢 完全是一样的 肯定是一模一样 是他换了一个壳 内饰呢 简单去换了一下 然后呢 又灌上了一个蓝鸟这个名字 所以说这辆蓝鸟 跟之前的蓝鸟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们唯一的关系 就是在中文名字上 中文名字上 有一个蓝鸟 这两个相同的字 而其他的部分 包括说英文名字也好 还是它的机械素养 来说呢 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那今儿呢 简单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儿吧 明天呢 还是有最后一集的 跟大家去看一下这辆车 最后的总分 到底是多少 它是会比宣逸好一点呢 还是会比宣逸差点呢 到最后呢 也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好那今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单片 当然也是那个 只会说真话大名话 那我们明天的最后一集讲全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